这里是湖北中祥市 名字非常的好听 寓意祥瑞中绝 意思是说 这些祥瑞全部聚到了这里 今天不聊风景 就聊一下眼前的这台 四代小飞度 我的旅途小伙伴 雷拉小兵力都可以 是一台2021款1.5CVT朝越 MAX版 就是跨界版 但是我更愿意称它为旅行版 为啥呢 来看一下 它上面带着有行李架的 这是原车带的 不是我后装的 虽然我不用 然后就是底盘 要比别的版本的飞度 要高一点 底盘要高 还有就是这个 就是个防护板 一般只有越野车 才带着这个防护板 今天是个15寸铝合金的 是一个花瓣 我感觉这车更适合女士开 这边看呢 这台车是挺萌的 但是也可以说 有点异扬 从别的方向看 就挺好看的 这边都挺好看的 后面也行 后面也可以 就是前面 有点萌吧 这大灯呢 是LED的 然后就是 这个 就是这个 后视镜啊 我加装了这种电耳 就是锁车门 自动 执耳 然后这边是一个 360度的一个摄像头 加装了360 然后前面还有呢 看一下 这边也有一个摄像头 这个东西啊 前面是一个摄像头 这是一个自动架势的 一个摄像头 把它挡住以后 自动架势啊 就不行了 自动架势呢 然后回厕里锁 后面也有一个摄像头 我高配的还带了一个 这种后雨霜 感觉也就是装饰的作用好一点 没啥作用 几乎不开 有开过 也开过 就是 误操作开过 他那一看一下 等一下 把四个门打开 太热烈 这是个方向盘啊 确实是个方向盘 它原车带的是 有一个原车 真皮方向盘的 但是就是出汗以后啊 挺打滑 容易打滑 所以我又在外面加装了一个 这种手感挺好的 这是多功能方向盘 是中控的音量加减 对吧 这是换歌 这是啥忘了 然后这边就没啥介绍的 这是喇叭 然后这边就是自动驾驶了 自动驾驶开启以后 这边就可以不踩油门 然后这个就是就厉害了啊 就是可以自动控制方向盘 就是你可以解放你的双手啊 就是双手啊 可以不动方向盘 但是需要在上面握着啊 你不握它 是会提醒你 让你握着方向盘的 先聊一下这个工作台啊 这个杯架是个好东西啊 你把水放在这里 看一下啊 把水放在这里啊 就是说冬暖夏凉啊 冬天喝热水啊 夏天喝凉水啊 正好对着这个空调出风口 哇 这个设计啊 是挺好的 真是一个挺好的设计 这边还有一个 这就是高音喇叭 在淘宝当可以购买的 然后这个手机支甲 对吧 没啥解释的 这边是一个防滑垫 上面是一个狗吧的运动相机 底座固定上面可以 这个木头是个电话牌 停车电话牌 这就是它的储物空间 上面一个 然后下面还有一个 整理来说还可以 还行 不小 是我自制的一个香薰啊 里边是那个 那叫十六香皂 然后把它切成块放在里边 这原本也是一个香薰 我问一下挺香的 嗯 还是挺香的 我都放在这里了 这是一键启动 好像这个飞度全系标配的都有吧 这就是一个阿尔派的这个大平行导航了 它这个阿尔派的这个 就是这个百度导航挺好用的 用的非常非常好用 所以呢 这个手机支架一般是用不到的 二般情况下是啥情况可以用 一般是不用的 二般就是突然想用了就用了 安卓手机和苹果手机 直接蓝牙连接这个大平导啊 就可以实现手机和大平互联了 挺好用的啊 这边就是空调的一个开关 然后这是吹头啊 这是吹头吹脚啊 这是吹脚啊 吹脚吹脚就是吹这个玻璃的 这没啥有碳的啊 这个就是AC是空调的一个那个叫啥开关啊 ACAC开关啊 别的没啥介绍的 这都是在淘宝上买的 碳纤维的一个挡把 这边是一个手刹的 这是一个储物盒 也是在淘宝买的 这是一个手表 我的一个运动手表 这没啥介绍的 这是移动电源 大家应该都知道的啊 说是可以充多少多少次 苹果手机 苹果的iPad 但是我感觉充不到 但是在这里啊 就不卖它的赖了 毕竟他是自己人了 已经用了有几年了 所以就不卖它的赖了 来后边看一下啊 后边还有些乱 男人的车乱挺正常的啊 臭男人嘛 对吧 就不收拾了 算了还收拾一下啊 一会再拍啊 就这样吧 就这样收拾了 现在这是一个小座板 我把它放放下来一下 一般在车里吃东西啊 我会用到的 顶多就是在上面放个东西啊 都是在淘宝买的 如果大家买啊 不要买这种 可以买那个别的啊 都有同款的 但是都图案不一样 它们要便宜些 这太贵了 这边都是在淘宝买的 这后边啊 放了一些东西啊 这可不是那个尿盆啊 这是我媳妇用的盆 是个折叠的啊 然后讲一下这个床吧 很多朋友估计关心的就是这个非度的床啊 毕竟他可以睡觉吗 床吃啊 小非度啊 要实现睡觉啊 就必须把这个前排啊 移到最前面 移到最前面 然后还要把这个靠背啊 然后再往前靠到最前面 就可以达到1米80点多吧 1米82吧 那样子 我是175 正好啊 如果你是1米80 那就要夹着谁了 就很难受了 后排放到以后还挺平的啊 铺的东西都掀起来 给大家看一下 高配的啊 就是才有这个魔术座椅啊 放屏以后 他这边是还有就是 还有高度的啊 看下没 就是也不说纯屏的 至少有点高度 但是你把被子的就是一扑啊 几乎是感受不到的 整个上排都在这边的 正好垫着 可以达到屏吗 啊 折叠的储物箱 然后把它放到这个位置 我头头是整在这里了 然后把这个纸片 厚纸片子放在这里 基本上我在躺 不是这边高一点 不用整整头 挺舒服的 就可以睡在这里了 不垫箱子 这边就是头空的 这边就悬空了 你头就是没办法整的 所以呢 需要把这个折叠箱放到这里 然后头就可以整着了 然后这边就是 把这个前排推到最前面了 这是后备箱打开了 就是这样子的 还有两个就是 小这个厨箱 这里放的是洗液 洗衣服用的 这是一个那个小手电吧 夜里用的 这边就是座椅 推到最前面了 前面还可以放点东西啊 前面放的比较乱 这就是水贝 我把水贝放在这边了 基本上就没啥了 就是靠背 放到最前面了 看一下 这靠背就是放到最前面了 这就在这边 喝水 吃点面包啥的 手机可以放在上面 都没问题的 挺结实的 然后在这边睡觉 我在湖北旅行 也就在车里睡了两次 太热了 一般情况下 有的时候 说是在车里睡 到10点 这边扛不住 就跑去找酒店睡了 这是那个车内的一个温度计啊 看一下 是用那个扇木胶沾的 也挺结实的 一般不吊的 也是在淘宝买的 湖北之旅啊 暂时要结束了 我要回家一趟 家里有点事 让我回去 所以呢 过一段时间 然后再接着 把湖北剩下的景点 转一下 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 谢谢观看 再见朋友们